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准则依证券交易法,以下简称本法,第36条之一规定定之 第二条,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应依本准则规定办理 但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准则所称资产之适用范围如下 一,股票,公债,公司债,金融债券,表彰基金之有价证券,存托凭证,认购,售,权证,受益证券及资产基础证券等投资 二,不动产,含土地,房屋及建筑,投资性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营建业之存货,及设备 三,会员证 四,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 五,金融机构之债权,含应收款项,买会贴限级放款,催收款项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并,分割,收购或股份受让而取得或处分之资产 八,其他重要资产 第四条,本准则用词定义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 指其价值由资产,利率,汇率,指数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远期契约,选择权契约,期货契约,杠杆保证金契约,交换契约,及上诉商品组合而成支付合适契约等 所称之远期契约,不含保险契约,履约契约,售后服务契约,长期租赁约,销,或合约 二,依法律合并,分割,收购或股份受让而取得或处分之资产 指依企业并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机构合并法或其他法律进行合并,分割或收购而取得或处分之资产,或依公司法第156条第8项规定发行新股受让他公司股份,以下简称股份受让,者 三,关系人,子公司 应依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至准则规定认定之 四,专业估价者 只不动产估价师或其他依法律得从事不动产,设备估价业务者 五四十发生日 只交易签约日,付款日,委托成交日,货户日,董事会决议日或其他足资确定交易对象及交易金额之日等日期赎前者 但属须经主管机关核准之投资者,以上开日期或接获主管机关核准之日赎前者为准 六,大陆地区投资 指一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规定从事之大陆投资 第五条,公开发行公司取得之估价报告或会计师,律师或证券承销商之意见书,该专业估价者及其估价人员,会计师,律师或证券承销商与交易当事人不得为关系人 第二章,处理程序 第一节,处理程序之定定 第六条,公开发行公司应依本准则规定定定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经董事会通过后,送个监察人并提报股东会同意,修正时一同 如有董事表示异议且有记录或书面声明者,公司并应将董事异议资料送个监察人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独立董事者,依前项规定将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提报董事会讨论时,应充分考量各独立董事之意见,独立董事如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应与董事会意识录载名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定定或修正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应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两分之一以上同意,并提董事会决议 前项如未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两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并应与董事会意识录载名审计委员会之决议 第三项所称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及前项所称全体董事,以实际在任者计算之 第七条,公开发行公司定定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应记载下列事项,并应依锁定处理程序办理 一、资产范围 二、评估程序 应包括价格决定方式及参考依据等 三、作业程序 应包括授权额度、层级、执行单位及交易流程等 四、公告申报程序 五、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公营业使用之不动产或有价证券之总额,及个别有价证券之限额 六、对子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之控管程序 七、相关人员为反本准则或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规定之处罚 八、其他重要事项 公开发行公司之关系人交易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进行企业合并、分割、收购或股份受让 除应依前项规定办理外 并应依本章第三节至第五节规定定处理程序 公开发行公司应督促子公司依本准则规定定并执行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 第八条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 一锁定处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规定应经董事会通过者 如有董事表示异议且有记录或书面声明 公司并应将董事异议资料送个监察人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独立董事者 一前项规定将取得或处分资产交易提报董事会讨论时 应充分考量各独立董事之意见 独立董事如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 应与董事会议事录载明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 重大之资产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应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两分之一以上同意 并提董事会决议 准用第六条第四项及第五项规定 第二节 资产之取得或处分 第九条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不动产货设备 处与政府机构交易 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 或取得 处分供应业使用之设备外 交易金额达公司时收资本额20%或新台币3亿元以上者 应于四十发生日前取得专业估价者出具之估价报告 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 因特殊原因需以限定价格 特定价格或特殊价格作为交易价格之参考依据时 该向交易应先提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未来交易条件变更 一应比照上开程序办理 二 交易金额达新台币10亿元以上 应请二加以上之专业估价者估价 三 专业估价者之估价结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除取得资产之估价结果均高于交易金额 或处分资产之估价结果均低于交易金额外 应恰请会计师一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 所发布之审计准则公报第20号规定办理 并对诧异原因及交易价格支援当性表示具体意见 一、估价结果与交易金额差距达交易金额之20%以上 二、二加以上专业估价者之估价结果差距达交易金额10%以上 四、专业估价者出具报告日期与契约成立日期不得于三个月 但如其试用同一期公告限制且位于6个月 得由原专业估价者出具意见书 建设业除采用限定价格、特定价格或特殊价格 作为交易价格之参考依据外 如有正当理由未能及时取得估价报告者 应于四十发生之即日起算二周内取得估价报告及前向第三款之会计师意见 第十条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有价证券 应于四十发生日前取具标的公司最近其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之财务报表 作为评估交易价格之参考 令交易金额达公司时收资本额20%或新台币3亿元以上者 应于四十发生日前下请会计师就交易价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见 会计师若须采用专家报告者 应依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所发布之审计准则公报第20号规定办理 但该有价证券具活络市场之公开报价或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本会 另有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十一条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会员证或无行资产交易金额达公司时收资本额20%或新台币3亿元以上者 除与政府机构交易外 应于四十发生日前下请会计师就交易价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见 会计师并应依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所发布之审计准则公报第20号规定办理 第十一之一条 前三条交易金额之计算 应一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办理 且所称一年内系以本次交易四十发生之日为基准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以一本准则规定取得专业估价者出具之估价报告或会计师意见部分免在记录 第十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经法院拍卖程序取得或处分资产者 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证明文件替代估价报告或会计师意见 第三节 关系人交易 第十三条 公开发行公司与关系人取得或处分资产 除应依前节及本节规定办理相关决议程序及评估交易条件合理性等事项外 交易金额达公司总资产百分之十以上者 亦应依前节规定取得专业估价者出具之估价报告或会计师意见 前项交易金额之计算 应依第十一条之一规定办理 判断交易对象是否为关系人时 除注以其法律形式外 并应考虑实质关系 第十四条 公开发行公司向关系人取得或处分不动产 或与关系人取得或处分不动产外之其他资产且交易金额达公司时收资本额百分之二十 总资产百分之十或新台币三亿元以上者 除买卖公债 付买回 卖回条件之债券 申购或赎回国内货币市场基金外 应将下列资料提交董事会通过及监察人承认后 使得签订交易契约及支付款项 一、取得或处分资产之目的 必要性及预计效益 二、选定关系人为交易对象之原因 三、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一、第十五条及第十六条规定评估预定交易条件合理性之相关资料 四、关系人允许得日期及价格 交易对象及其与公司和关系人之关系等事项 五、预计订约月份开始之未来一年个月份现金收之预测表 并评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资金运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条规定取得之专业估价者出具之估价报告 或快即失意见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条件及其他重要约定事项 前项交易金额之计算 应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办理 且所称一年内系以本次交易四十发生之日为基准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以一本准则规定提交董事会通过及监察人承认部分免在计入 公开发行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间取得或处分公营业实用之设备 董事会得一第七条第一项第三款授权董事长在一定额度内先行决行 事后再提报最近期之董事会追认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独立董事者 依第一项规定提报董事会讨论时 应充分考量各独立董事之意见 独立董事如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 应与董事会议事录载名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 依第一项规定应经监察人承认事项 应先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两分之一以上同意 并提董事会决议准用第六条第四项及第五项规定 第十五条公开发行公司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应按下列方法评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关系人交易价格加计必要资金利息 及买方依法应付单支成本 所称必要资金利息成本 以公司购入资产年度所借款项之加权平均利率为准设算之 为其不得高于财政部公布之非金融业最高借款利率 二关系人如成以该标的五项金融机构设定抵押借款者 金融机构对该标的五之代放平估总值 为金融机构对该标的五之实际代放累计值 应达代放平估总值之七成以上级代放期间已于一年以上 但金融机构与交易之一方互为关系人者 不是用之 合并购买同一标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救土地及房屋分别按前项所列任意方法评估交易成本 公开发行公司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一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评估不动产成本 并应恰请快技师复合及表示具体意见 公开发行公司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依第十四条规定办理 不是用前三项规定 一、关系人细因继承或赠予而取得不动产 二、关系人订约取得不动产时 兼具本交易订约日已于五年 三、与关系人签订合建契约 获资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 请关系人兴建不动产而取得不动产 第十六条 公开发行公司依前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评估结果 均交交易价格为低时 应依第十七条规定办理 但如因下列情形 并提出客观证据及取具 不动产专业估价者与会计师之具体合理性意见者 不在此线 一、关系人吸取得宿地或租地再行兴建者 得举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一、宿地依前条规定之方法评估 房屋则按关系人之营建成本家计合理营建利润 其合技术与实际交易价格者 所称合理营建利润 应以最近三年度关系人营建部门之平均营业毛利率 或财政部公布之最近其建设业毛利率熟低者为准 二、同一标地房地之其他楼层或临近地区 一年内之其他非关系人成交案例 其面积相近 且交易条件经案不动产买卖 惯例应有之合理楼层或地区价差评估后条件相当者 三、同一标地房地之其他楼层一年内之其他非关系人租赁案例 经案不动产租赁惯例应有之合理楼层价差 推估其交易条件相当者 二、公开发行公司举证向关系人购入之不动产 其交易条件与临近地区一年内之其他非关系人成交案例相当且面积相近者 前项所称临近地区成交案例 以同一或相邻接扩且距离交易标的物方圆位于500公尺或其公告限值相近者为原则 所称面积相近 则以其他非关系人成交案例之面积不低于交易标的物面积50%为原则 所称一年内系以本次取得不动产40发生之日为基准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第十七条 公开发行公司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如今按第十五条及第十六条规定评估结果均叫交易价格为低者 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应就不动产交易价格与评估成本兼之差额 一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提列特别盈于攻击 不得予以分派或转增资配股 对公司之投资采权依法评价之投资者如为公开发行公司 一应就该提列数额按持股比例 一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提列特别盈于攻击 二、监察人应依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办理 三、应将第一款及第二款处理情形提报股东会 并将交易详细内容揭露于年报及公开说明书 公开发行公司经依前项规定提列特别盈于攻击者 应此高价购入之资产以任列叠价损失或处分或为是当补偿或恢复原状 或有其他证据确定无不合理者 并经本会同意后 使得动用该特别盈于攻击 公开发行公司相关系人取得不动产 若有其他证据显示交易有不合营业常规知情施者 一应依前二项规定办理 第四节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第十八条 公开发行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应注意下列重要风险管理及集合事项支控管 并拿入处理程序 一 交易原则与方针 应包括得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种类 经营或避险策略 全则划分 绩效评估要领及得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约总额 以及全部与个别契约损失上限金额等 二 风险管理措施 三 内部集合制度 四 定期评估方式及亦常情形处理 第十九条 公开发行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应采行下列风险管理措施 一 风险管理范围 应包括信用 市场价格 流动性 现金流量 作业及法律等风险管理 二 从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员及确认 交割等作业人员不得互相兼任 三 风险之衡量 监督与控制人员应与前款人员分属不同部门 并应向董事会或向不复交易或部位决策 则任之高阶主管人员报告 四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周应评估一次 微弱为业务需要办理之避险性交易 至少每月应评估二次 其评估报告应承送董事会受全职高阶主管人员 五 其他重要风险管理措施 第二十条 公开发行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董事会应依下列原则确实监督管理 一 指定高阶主管人员应随时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风险之监督与控制 二 定期评估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绩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经营策略及承担之风险是否在公司容许承受之范围 董事会受全职高阶主管人员应依下列原则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 定期评估目前使用之风险管理措施是否适当并确实依本准则及公司所定之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办理 二 监督交易及损益情形 发现有意常情事实 应采取必要之因应措施 并立即向董事会报告 已设置独立董事者 董事会应有独立董事出席并表示意见 公开发行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 锁定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规定授权相关人员办理者 事后应提报最近其董事会 第二十一条 公开发行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应建立被查布 就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种类 金额 董事会通过日期集一第十九条第四款 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二项第一款 应审慎评估之事项 详宇登载于被查不被查 公开发行公司内部集合人员 应定其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内部控制之允当性 并按月集合交易部门 对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处理程序之遵循情形 做成集合报告 如发现重大违规情势 应以书面通知各监察人 第五节 企业合并 分割 收购及股份受让 第二十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办理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 应于召开董事会决议前 为请会计师 律师或证券承销商就换股比例 收购价格或配发股 东之现金或其他财产之合理性 表示意见 提报董事会讨论通过 第二十三条 参与合并 分割或收购之公开发行公司应将合并 分割或收购重要约定内容及相关事项 与股东会开会前制作至股东之公开文件 并同前条第一项之专家意见及股东会之开会通知 以并交付股东 以作为是否同意该合并 分割或收购案之参考 但依其他法律规定得免召开股东会决议合并 分割或收购事项者 不在此限 参与合并 分割或收购之公司任一方之股东会 因出席人数表决全部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至无法召开 决议 或议案遭股东会否决 参与合并 分割或收购之公司应立即对外公开说明发生原因 后续处理作业及预计召开股东会之日期 第24条 参与合并 分割或收购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报经本会同意者外 应于同一天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 决议合并 分割或收购相关事项 参与股份受让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报经本会同意者外 应于同一天召开董事会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上市 或股票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公司 应将下列资料做成完整书面记录 并保存五年 被公查核 1. 人员基本资料 包括消息公开前所有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计划或计划执行之人 其直称 姓名 身份证字号 如为外国人则为护照号码 2. 重要事项日期 包括签订异项书或备忘录 委托财务或法律顾问 签订契约及董事会等日期 3. 重要书件及意识录 包括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计划 异项书或备忘录 重要契约及董事会意识录等书件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上市 或股票在证券商营业处 所买卖之公司 应与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即日起算2日内 将前向第一款及第二款资料 依规定格式以网际网路资讯系统 申报本会被查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公司 有非属上市或股票在证券商营业处 所买卖之公司者 上市或股票在证券商营业处 所买卖之公司应与其签订协议 并依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办理 第25条 所有参与或知悉公司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计划之人 应出具书面保密承诺 在讯息公开前 不得将计划之内容对外泄露 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义买卖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案 相关之所有公司之股票 及其他具有股权性值之有价证券 第26条 公开发行公司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 换股比例或收购价格除下列情形外 不得任意变更 且应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契约中定定得变更之情况 1. 办理现金增资 发行转换公司债 无偿配股 发行赋认股权公司债 赋认股权特别股 认股权凭证及其他具有股权性值之有价证券 2. 处分公司重大资产等影响公司财务业务之行为 3. 发生重大灾害 技术重大变击等影响公司股东权益或证券价格情势 4.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公司任一方依法买回库长股之调整 5.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主体或加速发生增减变动 6. 以逾契约中定定得变更之其他条件 并以对外公开揭露者 第27条 公开发行公司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 契约应载名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公司知权利益物 并应载名下列事项 1. 违约之处理 2. 因合并而消灭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发行 具有股权性值有价证券或已买回之库长股之处理原则 3. 参与公司于计算换股比例基准日后 得依法买回库长股之数量及其处理原则 4. 参与主体或加速发生增减变动之处理方式 5. 预计计划执行进度 预计完成日程 6. 计划于其未完成时 依法另应召开股东会之预定召开日期等相关处理程序 第28条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公司任何一方于资讯对外公开后 如你再与其他公司进行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 除参与加速减少 且股东会已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得变根权限者 参与公司得免照开股东会重行决议外 原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案中 以进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为 应由所有参与公司重刑为之 第29条 参与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之公司有非属公开发行公司者 公开发行公司应与其签订协议 并依第24条 第25条及第28条规定办理 第三章 资讯公开 第30条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 有下列情形者 因案性执意规定格式 于40发生之即日起算 2日内将相关资讯于本会指定网站办理公告申报 一 向关系人取得或处分不动产 或与关系人为取得或处分不动产外之 其他资产且交易金额达公司时 收资本额20% 总资产10%或新台币3亿元以上 但买卖公债 付买回 卖回条件之债券 申购或赎回国内货币市场基金 不在此限 2 进行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 3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损失 打锁定处理程序规定之全部 或个别契约损失上限金额 4 除钱三款以外之资产交易 金融机构处分债权或从事大陆地区投资 其交易金额达公司时 收资本额20%或新台币3亿元以上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买卖公债 2 以投资为专业 于海内外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营业处所所为之 有价证券买卖或证券商于出及市场认购 及依规定认购之有价证券 3 买卖付买回 卖回条件之债券 申购或赎回国内货币市场基金 4 取得或处分之资产种类属公营业使用之设备 且其交易对象非为关系人 交易金额未达新台币5亿元以上 5 经营营建业务之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公营建 使用之不动产且其交易对象非为关系人 交易金额未达新台币5亿元以上 6 以自地伪建 租地伪建 合建分屋 合建分城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动产 公司预计投入之交易金额未达新台币5亿元以上 前向交易金额依下列方式计算之 1 每笔交易金额 2 一年内累积与同意相对人取得或处分同一性值标的交易之金额 3 一年内累积取得或处分取得 处分分别累积同意开发计划不动产之金额 4 一年内累积取得或处分取得处分分别累积 同意有价证券之金额 前向所称一年内系以本次交易40发生之日为基准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以一本准则规定公告部分免在记录 公开发行公司应按月将本公司及其非属国内公开发行公司之子 公司截至上月底只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 依规定格式 于每月10日前输入本会指定之资讯申报网站 公开发行公司依规定应公告项目如于公告时有错误或缺漏 而应于补证时 应将全部项目重行公告申报 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 应将相关契约 易事录 被查布 估价报告 会计师 律师或证券承销商之一件书被置于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 至少保存5年 第31条 公开发行公司依前条规定公告申报之交易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于40发生之即日起算2日内将相关资讯于本会指定网站办理公告申报 1. 原交易签计签约有变更 终止或解除情事 2. 合并 分割 收购或股份受让为一契约预定日程完成 3. 原公告申报内容有变更 第四章 负责 第32条 公营事业取得或处分资产 除应依第三章规定办理资讯公开外 余得免依本准则规定办理 第33条 公开发行公司之子公司 非属国内公开发行公司 取得或处分资产 有第三章规定 因公告申报 请示者 由公开发行公司为之 前项子公司 适用第30条 第一项之应公告申报标准 有关达10收资本额20% 或总资产10%规定 以公开发行公司之时 收资本额或总资产为准 第33之一条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 第6条 第8条 第14条 及第21条 第二项对于监察人之规定 于审计委员会准用之 以一本法规定设置审计委员会者 第17条 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对于审计委员会之独立董事成 原准用之 第33之二条 本准者有关总资产10%之规定 以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 制准者规定之最近 其个体或个别财务报告中之 总资产金额计算 公司股票无面额或每股面额 非属新台币10元者 本准者有关时收资本额 20%之交易金额规定 已归属于母公司业主之权 亿10%计算之 第34条 本准者自发不忍失省 我这次会认识 我这次会认识